哈喽小红树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余文文 好可爱 今天是彩排日还是分手录制 今天是彩排日 因为之前其实好像没有接到你会来录制的消息 还是蛮惊喜的 那这次来的话有什么样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 这次表演的两首歌曲 一个是来自吴白老师的浪人情歌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布鲁西惦记他这样的一个形式 去展现他原曲里面 原汁原味的布鲁斯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来自90年代的 那么爱你为什么 跟谭建次设计了一段非常有味道的双人舞 那本身拉丁舞呢 就是谭建次同学非常擅长的舞种 那他这一次呢 又融合了Flamingo 动牛式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一起 他亲自参与了编舞 我特别喜欢来录制《生生不息》 因为可以遇到很多好朋友 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啊 练习啊 练唱歌啊 练跳舞啊 那这次录制 我感觉你也是算一个舞台老手了 你录制前会紧张吗 不会 因为我们玩得很开心 最宝贵的是我们所有的意见 和我们的想法 在舞台上都能够得到实现 节目组真的很给我们发挥的一个空间 我想弹琴或者我跟剑刺想跳舞 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我们 给予到我们最好的一个帮助 最近有刷小红书吗 看到一些关于你的一些笔记吗 我每天都有刷小红书 小红书已经成为我日常刷的东西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平台 上面会有一些大家拍的我的出发look呀 拍的很多的视频呀 还有一些网友和粉丝朋友 歌迷朋友对我的一些想法呀 他们都会po到小红书上面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喜欢我 所以才会在网上发很多关于我的视频照片 还有report等等的 我很感恩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感觉已经涵盖得很全面 但是有没有发现大家会做你的表情包啊 有有 有看到什么大概 有跟猫的呀 然后有跟动物的呀 就很多不一样可可爱爱的表情包 我其实蛮喜欢表情包的 因为经常会有人这样讲 说外表是一个很酷很冷的人 但其实也想让大家看到我更多的面 比如说可爱的一面啊 温柔的一面 都是我 刚刚有说到就是有酷有甜 能不能在此给大家发一个福利 以甜酷来做几个表情包 甜酷 甜酷就是又很酷 但又很甜 然后70%的酷跟30%的甜 你们是在做咖啡吗 70%的酷跟30%的甜 然后100%的甜 100%的甜 就想对小红书的朋友们说什么 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关注我 然后我也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你们的心意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多多的支持我 欢迎观看 感谢观看